去年年底,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到湖北恩施视察 官方消息说,李克强冒雪访村民问需求,倾听村民的恼火事 可是一个多月之后,恩施的20多位访民到北京南站 打出恩施冤民贵求李克强总理,千万别再到恩施来 访民为什么拒绝中共领导人的探访?下面就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中共新上台的领导人一直打亲民牌 2月3号是中国的农历小年,习近平在这一天走访了甘肃一个贫困山区农庄 给当地的447户村民送去包括面、油、肉等年货 同一天,李克强还前往内蒙古包头北梁蓬户区被问草根百姓 但是隔一天,湖北恩施20多名访民就在北京南站打出横幅 横幅写道,敬爱李克强总理,恩施愿民贵求您 千万别再到恩施来,我们失去自由 他们还打出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是世界最牛的黑法院等横幅 据了解,这些湖北冤民在去年李克强到恩施视察期间被恩施当局关押 当时恩施当局为防止这些冤民拦叫喊冤,将他们通通关押起来 2月5号,部分打横幅的恩施访民到天安门广场参观 被执勤的北京民警发现后,立即抓到排出所 这么多人缠着我,不让我走,你刻到这个地方 我说我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的都是很好的,好形式 但是到了具体,我在这个面临的现实就是没有人权,没有人身自由 没有人的墩原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信访局长电视电话会议提出,今年将推进以市县两级为重点的领导干部接访上访工作 到一线和基层实地解决问题,坚决纠正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 但是就在不久前的两会期间,江苏省无锡市500多名访民和民众聚集 要求当局反腐,部分人士遭到上百特警殴打及拘留 而河南省宇州市也有上千访民与警方冲突,一批人被带走拘留 四川省成都市最近也有40多访民到省人大信访办上访 其中三名维权代表被带走 另外,在北京房山区访民电脑习习班上课的一批访民 也被北京公安强行带走控制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门广指出 现在中共领导人讲话的目的其实只是安抚民众 不会起真正的作用 孙门广说,虽然中共当局多次强调依法治国 但上访者仍随意被限制人身自由 被关进黑监牢的访民比比皆是 孙门广表示,要改变目前的状况 需要更多的民众觉醒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体制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有很多民众受到打压以后 不敢说,不敢讲,也不敢上访 上访的是少数,多数不敢去 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慢慢觉醒的人多了,参与的人多了 近几年,中国民怨四起群体事件不断 据民众统计,仅1月21号 全中国各地共有30起群体事件发生 广东民运人士范一萍指出 大家都讲理,大家都服理,这是正常的社会 而现在中共的一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 所以不讲理便成了民怨,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夏夜良 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做访问学者 他指出,目前基尼系数达到0.61的中国非常危险 他说,如果中国对贫富悬殊问题不根本解决 危机不可避免 感谢观看